DSE 2014 1B 第七题 这题是光山 defection grating 去测试单式 monochrome light 的方法 之前我们重温一下光山是什么装置 它会看到什么 光山是一块薄片 这个锅是这样的结构 深色是遮光的位置 是光过不了的 中间是黄色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它放到很大很大的时候 有一个位置是过不了光 有一个位置是过得光 即是光是通过这一块光山 将它摆在这里的时候 即是将它摆在这里的时候 即是等于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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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透光位 射出很多很幼的光线 即是将它摆在这一边的屏幕上 当它重叠的时候 就会形成 即是当它有相长的时候 就会形成这些光纹 它在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我们会这样拿着光山 对着光源去看 看到的图画的形态 这些光纹 就会像这一幅 这是中间的光纹 然后隔开这里 如果在这里来说 这个比较幼的光山 即是D值比较小 这是中间的光点 然后这两个就是隔离的光纹 我们会看看光山的数据 那个公式就是DψβN 即是第N级光纹的角度 好像这里是第一的光纹 这个是中央光纹 这个是第一级 在左边的第一角 或者右边的第一角 也可以 这个是第二角 右边的 另一边是第二角 这个指卡二 就可以用回这一条公式 我们会看看D值 就是指一个透光位 加一个不透光位 通常是非常之小 是10的-5 甚至更加小 好 我们看看这一条的题目 这一条的题目 我们其实就会用了这一种方法 即光就在这里 就这样射入这个位置 就好像刚才有实验 而这个人 因为这个光这样过来的时候 其实就会通过光纹 就会散开了 然后当它交叠在这个方向 就会看到很多光纹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每1毫米 即是10的-3米 就有300条线 即是有300个D 第二级的D值 显射的光纹 就算到这个位置 就是0.38 请计算当时的角度 好 那我们就看一看 就是 这个 我们会计算是a1的时候 因为第二个角度 那我们去看这个图的时候 应该就是tangent theta 就是对边 除轮边 即是说tangent theta 2 就等于x over 1 于是x是0.38 所以tangent theta 2 就是20.8 如果在这个时候 就叫我们去评估波长 就可以代回人工息 D值 因为1mm 刚才说过 1mm 就是10的-3米 那就有300条线 所以平均每一个乘10的-3 就除以300 就乘以sine theta 2 刚才就算到是20.8 就等于2个lound 就会计算出来 这个单式光的波长 就是5.927 那当这里 第二个问题再问的时候 就是说 第二级光纹 如果我们就不要量度第一级 是会有一个优点在 那优点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第二级光纹的角度 会比较大 那我们就说 同样都是那个角度 如果那个角度比较大的话 我们就说 因为量度而产生的 误差百分比是会比较低 comptage error due to measurement due to measurement 是会小一点 可以看看这个例子 用一个银尺去看 这些银尺 其实每一个最小的单位 是1mm 那就是说 它的量度误差 是0.5mm 0.5mm 0.5mm 就是0.05cm 如果你量度10cm 0.05除10 那么 误差百分比 就会是0.5% 但是 如果量度的物件本质 误差百分比 就会是0.05除20 所以就是0.25% 所以量度出来 误差百分比 又低 接着这个 就是说光 好像这个图也是 就未必和这条银尺 完全是对准的 那么 其实会出现什么问题 以及如何去解决呢 情况 就好像这个情况 这样 我代表光 如果我把银尺 摆斜了过来这边 其实中央应该是这里 但是我会量度到 这一边 这个角度 我当它是非特异 量度到的就会比较小 这边就会量度到比较大 那为了能够看得到呢 那其实呢 就应该是两边的第二级光纹 都量度过X2 接着取其平均数 那就应该是可以拿准 真是在正中间 那刚才 因为有了X的角度 那就可以 应该是计算 是真是对称 那样是对准的X2 和非特异的了 就应该是用的 我把银沧桃子 拿准备到这边 就应该不够看了 我给你了 那边就是 那边就是 这边就是 这个人 就是